农历四月 收获与耕耘交替 盐前村的景致被农人反复塑造 农忙之余 家家都要制作一道特色美食 盐前村沉浸在忙碌与喜悦之中 一早赶着进山 戴喜林要去采集一种特殊的食材 山路湿滑 年过六旬的戴喜林仍能见步如飞 这个树我们签得下来 就是像现在这个年轻的人都不认识了 就是我们年级朵的 就是年年做这个就认识这个树 乌饭树 古称染树 树杜鹃花壳长绿灌木 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 从根到枝叶 果实都可食用 具有补肾强谷 补益精血 明木等药用功效 每年在农厅四月初八这一天 我国南方多地都有吃乌饭的习俗 今天 戴喜林采用的是乌饭树叶 这种散发着疑神清香的叶子 对延前村世代而言意义非凡 延前村于公元906年建村 是明代名臣戴显的故里 戴氏家族在此繁衍千年 人文底蕴深厚 同样传承下来的还有唐代民间小吃 乌饭 乌饭的传说是关于孝子给牢狱之内的母亲送饭的故事 这个传说在我国各地虽有细节上的区别 但关于孝的主题是一致的 乌饭与孝 在延前村的村史上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相传宋朝时村里有味代性的人家特别贫穷 年迈的老母以不爱吃白米饭为由 总把饭让给孩子吃 自己却饿得瘦骨淋寻 儿媳便用乌饭树叶将白米饭染黑 谎称饭已经馊了 洋装要倒掉 母亲不肯 偷偷地吃下了肚 长此以往 母亲被乌饭滋补的面色红润 才知道这是子女善意的谎言 如今的延前村家家富足 不必如此辛酸尽孝 但是更多孝顺的细节被传承了下来 老母子 回来啦 今天那树叶没好多别 好多了 好多都住了 将采摘回来的乌饭树叶二次摘取 留下最鲜嫩的部分 好多了 好多了 咱们这边 好紫大 这个叶子太浓了 好大 起起落落 垂倒了近半小时 树叶成渣 枝叶甚出 这末绿色的树枝 蕴含着乌饭的奥妙 这个水等一下要变得这个水 要变得好 科学证实 乌饭树叶中的陕黑成分 主要为胡皮素 和花青素等黄铜类化合物 是天然的食品着色剂 不仅无害 还有很强的抗菌 抗病毒作用 于白草中 找到这样一种 要使两用的植物 并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寓意 我们不得不叹腐 古人的智慧 捣碎的树叶交到了成家爱手中 在清水底不断揉搓 将枝充分进出 再用纱布捋出枝水 一味合格的吴饭枝 就大功告成了 每一个步骤 成家爱对儿媳交得格外仔细 婆媳在这种交流中 更加融洽 我媳妇又出面 又好 比女儿好 女儿她变来家 确定媳妇到我身边 她没有做够 我要叫她做 她没有做够 她领先 她给草里去做事了 没有时间了 我老了 要叫她做 此时 请出乌饭另一主角 糯米 把糯米完全浸泡在乌饭树枝里 经过12个小时以上的浸泡 糯米精水膨胀 枝叶中的着色与营养物质 充分浸透 这是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 每一粒糯米变得墨绿圆润 通体散发着草本清香 眼前人吃乌饭 偏好咸口 将肉丁和当鸡的豌豆拌入糯米 丰富了乌饭的营养和口感 蒸污饭 蒸污饭得用传统的炊具 增子 在柴火热力的加持下 草本清香裹挟着糯香蒸腾 香气四溢 蒸熟后的乌饭 粒粒晶莹 宛如宝石 闪耀着紫黑色的光亮 温泽 可人 白雅 此凡 溫泽 可人 可人 白雅 白雅 。 可人 白雅 凝 白雅 烤肉 这些午饭好 只有夜有 妈 做午饭了 今天做饭 你做午饭了 因为做午饭了 家伯父 我来叫你做的时候 好累了 接了 一家蒸饭,百家乡,悠长的倾向,见证着家的和睦,串起了邻里的和谐 成家爱的生活不算富裕,却十分美满 大儿子为人公正,被村民选为村主任 在他的努力下,村里成功举办了乌饭节 让更多人感受到了沿前村的乌饭文化 小儿子受益良好的俗训加封 获得哈佛大学激光物理学博士学位 现回国任教,是上海交大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两个儿媳对公婆恭敬孝顺,勤俭持家 乌饭凝聚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膳食智慧 更是孝道与家文化的更续传承 像乌饭树枝滋养糯米那样 用爱和责任去呵护家人 每个人都会从家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种力量不正是家国兴盛的原动力吗